由中区職訓中心舉辦的 101年度長期失業職前訓練計畫 茶藝門市人員培訓班 今日上午進行茶碟製作課程 培訓班以茶香文化為主軸 因此兩個月的課程中 能夠學習到各式各樣的茶葉相關內容 對他們之後投入職場有相當大的幫助 藝術的層面還蠻廣的 然後可以用的東西 就是不一定說局限於 課堂上教的東西 很多自然的東西都可以拿到茶鐵上面去製作 然後讓它變得更活躍 更立體的東西 可以展現你自己的個性出來 而這次茶藝門市人員培訓的課程內容 從茶葉品種 茶葉銷售 一直到如何泡出一壺好茶 兩個半月的學習相當豐富 學員們對於今後的就業也相當有信心 從茶不認識到現在這樣子 大部分的學員都已經認識茶了 也知道茶有非常多種 了解的蠻多人的 上次的課讓我覺得也變得非常有自信 知道說產品怎麼去包裝 來這邊上課泡茶讓我覺得說 泡茶賣茶你可以泡茶又可以跟客人聊天 又有錢可以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行業 而培訓班也計劃在26日舉辦成果發表會 屆時將以各式各樣的查詢內容 來呈現多日來學習的成果 剛開始就覺得茶藝門市只是一個販售的行為而已 可是上了課之後覺得說它整個是包容萬象的 那下禮拜26號就是我們這個結訓跟成果展 查藏門市這兩個半月來所學到的種種的精華點 我們在那一天都會主意的呈現給大家看 那希望說各界的人士能夠在那天來參加我們這個結業的盛會 也歡迎鄉親屆時安排時間 到沿河社區活動中心來參與成果發表會 親自來喝杯好茶 體會大家學習的用心 民營新聞鄭志偉 珠山採訪報導